最近短发真是太火了,很多妹子都忍不住剪了短发,尤其是这种内口梨花头,看起来能剪零二十岁似的,然而现实是残酷的,美美的造型第二天醒来就笑得跟会一样然而,你拼命想压下去的发呗,明星却要刻意把它撬起来。 看起来,2018年都已经过了二分之一了,内口早就out了,现在流行往外伤,一波女明星都默默从内口变成外翘,不信你看,不看不知道,一看吓一跳,竟然有这么多女明星抛弃了内口,外翘到底有什么魅力,能受到这么多女明星们的追捧呢? 那是因为你想要的,她都能给你,一,更简铃睡不醒,的外翘,会激发人的保护欲,让人看起来更呆萌,从而奇迹般的简铃,左边是经典的贤妻良母造型,右边是女强人安迪,38岁的她看上去,竟然比十年前还要年轻, 和上涂内口发型是几乎一样的妆容,俏皮的发位妥妥妙杀前妻,换一身可爱的衣服更加茫茫呆,同样38岁的小S也能凭外翘重回18岁,不过人家本来走的就是欲解卦,所以很少用外翘的造型,比起文艺发的内口,外翘的高圆圆更加活泼可爱,外翘的简铃效果对外国人来说更明显,比如34岁的安妮海瑟威, 左边看起来就是她的真实年龄,右边说只有16岁都不过分,如果你要说是妆容的问题,化妆是不卑国,右边发尾翘的爱马明明是大浓妆,看起,蓝还是比左边的裸妆年轻多了,02,更显脸小很多人都觉得内口能遮肉所以嫌脸小,错,内口只会让你的脑袋变得更大,说到大脸,我立刻想到了假令, 而我们女神也很爱内口,直到某时上网站给女神拍了个画报,我才发现,有的发尾外翘这个法宝,小林的脸也没有很大吗? Gekie很多人都说剪的短发好看一百倍,然而还是掩盖不住她的大脸,而且她真的超爱内口,无论是长发,短发,中长发,唯一不能抛弃的就是内口可能,是为了保持初恋的感觉,所以一直留着bobo但是bobo头不能瘦脸,外翘才能,外翘造型上女感十足, 而且清纯度有增无减03,更有气质,因为很多学生打会用内口的发型,所以内口给人乖乖女的感觉,简而言之就是没什么性格和个人气质,比如马甲线女王33,中规中矩的发型其实一点也不像她,苦苦的,有个性的外翘才更加适合她, 那妈作丽,一直走休闲运动风,偶尔来个发外翘真是朝朝飞起,大家都知道王子文以前成这样,这厚重的内口真的没有什么气质特颜 剪了头发后,王子文的心露涉多了,对比之前的内口造型好太多,但是这种乖乖的小清新风格,也并没有什么惊喜换个发外翘后气质更出众,比去妖精还要迷人一百倍 没想到平时烦恼的外翘竟变成了时尚,早晨再也不用跟头发做斗争了 下,也跟我一起学习怎么打造出外翘造型吧 step 1,将全部头发梳顺,分为上下两层step 2,先用纸板将把头发拉顺,在发尾的位置按照一缕内,一缕外的顺序,制造出自然弯曲的效果 step 3,左侧的头发和右边一样,一缕内卷,一缕外翘 step 4,下层头发全部卷好后,把剩下的头发用同样的步骤卷起来,最后再用纸板加轻轻的加刘海 step 5,所有头发都卷好以后,用手随意的抓几下,凝造为凌乱的感觉